这位年轻的日本反共领袖是这一月二十五号到我国来做六天的访问的 他在访问我国期间曾经大会了古正刚、黄国宗、张勤、蒋副院长等 并且曾经由行政院业院长与你接见 他在访问我国期间曾经跟我国的政府以及民间领袖和青年代表 当然了,怎么样把日本青年的反共运动以及反共力量 跟我国青年的反共力量相互配合的问题